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斯 今天在悠辰再临 丁丁姐悠辰再临 微信官方公告了 这是二中年的 直播的盘点情报哈 好 那出的角色就是 阴前阳 农业跟上年阴凤人 那这个情报里面没有他的技能的 技能介绍 等技能介绍出来我们再一次讲 不过上年阴凤人啊 他有无天无见这一招 啊无天无见 那这一招在阴剑屏 跟 呃剑血第一次在竹林对上的时候 我记得嗯 因此每次要用无天无见这招的 没记错的话好 好那 福利的部分有时装好 美费领取 这个是风寒月的部分 好 然后再是这个免费十年 再是山河易动的现死福利 啊这是那个三魂的任务哈 啊一文的高额次数增加 九州塔的手上次数增加 还有心愿召唤的活动 好 那全新的英灵龙夜 不过这龙夜吼 跟那个我那节龙夜好像有一点点的区别 好左边这张图是当时 换神节淡季版的这个龙夜吼 嗯 眼神 眼神啊 有点锐利 然后胸部有点 嗯 成长 嗯有点成长 大致上的整体给的感觉还是 还是 还是 像的啦 还是像头头是是头是很像 那因为这张图看不出来 手势啊 不过因为在这个人物里面 是看得到他有手势的 嗯 图 双双它的真名是龙夜 好我们看一下阴前阳的部分啊 然后阴前阳的部分 手拿了一个玉配吼 然后超壮 然后眼神也不太一样 原本的阴前阳眼神啊 他是比较 嗯 胸 素 哎 那叫什么 胸痕吗 然后 会有点 哀愁的感觉 忧 忧郁的感觉 然后 手游版的这个阴前阳哦 哦 有过壮 超壮 这个肌肉超壮 那整体风格 呃 还是可以接受啊 没有操到非常多 对 就是手拿这个玉配 不知道是什么的玉配 再下阴前阳 乃太昌天旋门下 西武之人 那语言词你多谅解 ok ok 再来就是阴凤仁哦 阴凤仁 阴凤仁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也是有点差别啊 但我说不出来 脸的部分 我觉得这三位啊 脸部分差最多 我觉得是阴凤仁 然后阴凤仁 这个是上连阴凤仁是暗属性哦 侠客啊对忘记讲 然后阴前阳是雷属的侠客 然后农业是 暗属的宙斯 暗属宙斯 好 所以看下来没有 并不是大家谣传的新的属性 好 农业不是新的属性 好 然后后面的部分是 农业的新装哦 哦这个套装 真的是很赞 真的很赞 他的背后有一个 那个 九一天针之剑 砍伤的那个伤痕 好 再来是阴凤的时装 这个也蛮帅的 我一直想到那个谁 哎 最近出的那个火属侠客 叫什么名字啊 都还忘记了 他牙智怒吗 牙智怒 然后再来是少侠英凤人哦 不是少年英凤是少侠英凤人 哎看一下 他名字是少年英凤人吧 少侠英凤人对不起 变成一个壮壮的激怒男 哈哈 这这次可以抛 抛在那个泳池里面 好啦总之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二周年的情报啦 那我是蛮期待还生节的部分 呃等了这么久 大师也玩到现在 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那希望 还生节 结束之后 会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啦 好啦那今天的情报 哎哦对后面还有还有 还有一个天地战绩 天地战绩 呃这是这是活动哦 是玩法是横板过关的 哦蛮特别的 然后会有梦境小铺 哦一样哦 ok 然后哦对哦还那么多哦 然后跟那个罗森 联动哦 然后冰里好像一个新时装 好 再来是联动的部分是 这个东皇艺术馆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等之后情报实处再分享吧 好啦 今天最主要就是三位英凝 的戏剧图 角色 然后 实质 职业属性 然后时装的部分 好啦 那今天都大大概这样子啊 那我们一起待下一半更多的 情报内容啰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Twitch BBD 还有几次口感谢各位 今天的收看大家晚安 拜拜